那你平时会给女生送包包吗 如果谈恋爱的话 那首先要先谈恋爱吧 那以前谈恋爱的人会送吗 以前 那女朋友如果她生病了 我是我妈妈 如果女朋友生病了 你是会说你要多喝水 还是说我给你送包包 我觉得送包比较管 送包比较管理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朋友很爱买包 我就是一直疯狂买的话 你可以接受吗 拿你的卡 好的 感觉有点勉强 那你七夕有安排吗 七夕有安排吗 对啊 工作结束了呢 是不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约会啥的呢 最近因为在拍戏嘛 然后在结束里面 那你之前有过过七夕这种节日吗 肯定有 没有 有 真的 我对这种节日特别不感冒 特别不感冒 所以你 你不是一个那种爱在节目 搞浪漫的那种人吗 我实事没有 我要 好增进一下这种浪漫的感觉 我没有这种浪漫的心理 那 网友说看到这么多玫瑰 你以后会这样子来求婚吗 我以后会用更多的玫瑰 来表达爱意 你是一个浪漫的人吗 我是吧 比如送礼呢 七夕你觉得送什么花 七夕送花 送花 送包 对 七夕要送花 要送包 先送花 那种包 那种包 那如果你都计划好了 但是临时有工作 不能陪你的女朋友 我说假如啊 那你要怎么哄她 临时有工作啊 嗯 还是送包啊 还是送包 还是送包 送我这个 送包 哎 你感觉你要 感觉今年要送很多包 你觉得 女朋友啊 不送 哈哈 那如果 如果她说不行 她说你今天必须得在 我和工作当中选一个 嗯 你该 你要怎么办 嗯 事业型还是 呃 呃 爱情比较重要 先工作完吧 还是要先工作 先工作完 然后来 再自动 你又听到心意 才能不到一个生意 找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复杂